水上花蝴蝶送檳榔 洗手未成年雜電便大解頭 美國有味花蝴蝶 嘉義水上也有花蝴蝶可行女子 但她驚人腳開開 拿著煙害來害去 模樣看起來超凶狠 花蝴蝶出馬趕走客人 她去年底把檳榔攤除給流行男子後 不斷帶小弟鬧場 恐嚇要錢 還拿鐵棍把對方打到頭破血流 四十一歲的她出生黑道世家 透過救度國中的兒子 吸收未成年當小弟 當上大解頭後 釋出恐嚇討債 連親戚都受害 被害人以為是科技女主權派來的人 被害人實在都一直生活在空虛之中 僅僅本月十三日逮捕花蝴蝶等十一人 由於她嗆聲要報復被害人 因此被法院裁定收押